2023最令人失望的八位男演员,顶流跌落神坛成为众潮对象,老戏古演技拉垮导致口碑下跌,我们来看看都有谁。 第八名杨阳,追人间烟火的观众,是狠狠被杨阳的演技给惊到了,记得以前看新版《红楼梦》时,她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笑时灵动,哭时深情,不知道为啥在人间烟火里,就是时刻耍帅的状态。 杨阳呈现给观众的,不是日益进步的演技,而是皱着放松不了的眉头,和时刻歪头展现出45度的上和异线。 我承认杨阳是有些颜值在身上的,如果能在角色上入戏一些,效果会更好。 这一部剧,以前杨阳和同剧组的女演员,就非常没有CP感。 她盯着对手演戏时,看到的不是她爱的人,仿佛是在看对方眼里的自己,和女演员一同出场时,时刻都在展示自己更美的感觉。 就拿宋艳给许庆吹头发这段,我没有看到半点的铁汉柔情,更多的还是不耐烦,她和自己蜡像互动的时候好像更甜呢。 明明宋艳还喜欢许庆,她也跟蒋玉承认自己爱许庆,可这演出来的就很难评啊。 杨阳出道16年,演过23部影视剧外加8部电影。 按概率来说,她获奖的作品应该也不少,可仔细查阅才发现。 从2011年之后的10年里,杨阳凭借影视剧获奖的寥寥无几。 也就是在她帅而不自知的时候,演的剧还能看得过去,现在回看曾经,杨阳仿佛在她一种狠心的房。 其实不是观众挑剔了,而是杨阳一直在以自己为内核演戏。 那么多类型的剧里,她不过是换了各种不同的皮肤,有武侠类,有学霸类,有君吕类,有仙侠类,各种各样的角色。 她一直坚持做自己,演得不准确就是准确,演得太准确就是不准确。 所以杨阳这是偷了张颂文的错题本吗? 不只是演戏,生活中的杨阳就是个爱耍帅又端着的人,之前和她一起路过花哨的景百然就忍不住吐槽了。 难怪都说我的人间烟火是三部剧,张彬彬一部,魏大勋一部,杨阳自己是一部,如果她能把端着的架子放下来,也会接地气很多。 作为一位拥有着神仙颜值的男星,杨阳已经稳坐娱乐圈顶流多年,从一代顶流落到如今的地步,杨阳接下来真该好好反思一下,认真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演技,而不是靠着颜值在影视圈肆无忌惮。 第七名任佳伦,作为一位演技出众的男演员,任佳伦在《周深如故》和《锦衣之下》中的精彩演出,奠定了其在演艺圈的地位,鉴于其以往的出色演技,本来观众以为她主演的暮色新约一定也是非常精彩,但没想到却十分令人失望,剧中不仅很多情节没有逻辑可言,主角团们的演技也一言难尽,观众在吐槽杨阳演技的同时,也把矛头对准了任佳伦,不仅吐槽她的演技大幅下降, 还攻击她的现代装没有古装造型令人惊艳,希望她能够尽快回归古装领域。2017年,任佳伦主演的《大桃荣耀》一经播出,就打破了古我剧多项记录,而任佳伦也凭借这部剧和俊朗的外表,成为了当红小生。 即两年,只要是任佳伦播出的剧,每一部收视都非常好,就拿去年热播的《周生如故》来说,直接冲上了平台的年榜第八。 作为大众心中的古装美男之一,任佳伦简直就是为古装剧而生。 作为飞壳半出身的演员,虽然任佳伦的演技可圈可点,但是唯一不足的就是他的台词,而他的台词也成为了很多观众诟病的理由。 在最近播出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任佳伦不再使用配音,而是选择用自己的原声。 虽然他的声音很好听,但由于他的气声太重,咬字轻重不分,还是被网友给吐槽了。 虽说现在的演员拍戏需要配音,但是演员还是需要在台词上下功夫呀。 第六名胡歌,要说之前胡歌绝对是演技派的代表人物。 早期主演的《仙剑奇侠传》中饰演的逍遥哥哥赢得了无数少男少女的清新,到最近几年大火的《伪装者狼牙榜》等都成了爆款剧。 沉寂几年,当然也有疫情的成分,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演艺圈也不例外。 电视剧《县伟大院》开播,本来是冲着胡歌的演技去看的,可是看了三集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不知道是胡歌演技的问题还是剧本问题? 剧情拖沓不说,乱糟糟的没有重点,光胡歌跑步的镜头都够半集了。 重点胡歌的千年不动的冷漠脸,跑步是一个表情,去到邮房主家里解决拆迁问题, 看到老板娘拿出伪账本看出其中有猫腻还是同样的表情。 后来晚上得知邮房他了亲自去世发地查看的知识房主, 为了多要点赔偿斯大乱建造成的坍塌后的表情还是一样。 再后来被老邱指出对他的称呼不对还是一样的目无表情, 眼里一点戏都没有,面对不同的人和事情面部都是一样的表情, 给人的感觉就是为了眼而眼,就是背台词,没有内心戏。 要说之前是因为工作,作为领导干部就是要不苟言笑, 可是回家后女朋友打电话,对方一直没有接听, 他还是面无表情,没有失落,更没有欣喜,就像是例行公事一样的。 胡哥这是怎么了? 明明之前的眼神戏内心戏很好呀, 为什么在县伟大院中也变成了面他脸? 好可惜呀,一个好好的演技派,非得往快餐模式发展, 长此以往,不知道胡哥的招牌还能用多久。 第五名龚俊,龚俊虽然是新生代男演员, 但他在《山河令》中饰演的风批谷主温克行, 却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圈粉无数。 在各种眼背的嘲讽声中, 演员的原声台词就成为了衡量演员实力的一项标准, 但敢于开口并不等于原声台词合格。 龚俊在《我要逆风去》里的原声, 就是让不少网友如坐针毡的劝退Bug。 有网友直言,男主台词稀烂,断剧情绪都不对。 有网友吐槽,男主台词太灾难了。 最要命的是龚俊,纯奢侈都像是刚买回来的, 开封绝不超过一天。 龚俊明显无力招架,台词生硬,语调全程不变, 开场时龚俊对着耳机一脸冷静地输出, 知道的是打电话谈判博弈,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背课文, 磕磕绊绊地甚至对自己背的课文不是很熟。 当然,龚俊的台词问题一直都存在, 电视剧《你好》,火焰栏中, 他就有种刚安上嘴的生疏感, 舌头和嘴巴各种打架, 字幕明显有种吃字的模糊感, 这样的台词能力就是去朗诵都会被嫌弃口齿不清。 最要命的是龚俊本身的气质就很局限, 电视剧《山河令》让龚俊大火, 晋升为流量, 这部剧里他娇媚甚至贵气, 都能更好地演出角色的魅力。 可在和女演员搭戏的时候, 龚俊浑身的娇贵气质就让人分分钟下头, 不是他不够帅, 而是他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不爱女人的性冷淡。 同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了龚俊和热巴合作的古装剧《安乐传》中。 古装剧《安乐传》里, 龚俊用了配音, 在专业的配音演员的帮助下, 韩叶这个儒雅的太子形象被塑造得很好, 但是龚俊还是不可避免地展现出来比女主还要娇媚的感觉。 说白了, 龚俊只适合也难打几, 这也是为什么龚俊自成名以来只有一部双男主剧《山河令》表现突出, 在其他和女演员搭档的电视剧里总是CP感不强的原因。 第四名黄磊, 黄磊最近几年频繁录制综艺节目, 使得黄小厨的名气深入人心, 虽然她也出演了一些电视剧, 但由于综艺和广告的烙印太深, 她早已丧失角色的塑造能力, 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离不开小人物的形象, 其在县尾书记中饰演的吕青山, 本应有一种正经权威的职业形象, 但在她的演绎之下, 却始终带着一股郁郁不得志的气质甚至还有点像唯唯诺诺的家庭主夫。 第三名沈腾, 作为喜剧界的扛把子, 沈腾一直是电影的票房保障, 然而她今年的芯片超能一家人票房和口碑都双双扑街, 整个电影不仅充斥着烂梗极其缺乏心意, 还非常巧合地跟国外动画片超人总动员撞了剧情和设定, 导致了观众对她的表现十分不满, 给这部影片打出了3.6的评分, 而这也让人忍不住怀疑, 频繁地参加综艺节目, 让她失去了创作能力, 快要走上前驴技穷的末路了。 第二名丁雨昕, 丁雨昕前两年凭借传闻中的陈谦谦莲获得了不少的人气和资源, 光是今年就主演了两部古偶剧, 前半年的春归梦里人, 虽然前几集的表现还可圈可点, 但没过多久就显得十分浮夸, 后半年的七十吉祥, 虽然剧中的装造和颜值还显得不错, 但她的演技却明显被杨超越给带偏了, 希望她以后少接点烂剧吧。 第一名静东, 静东也算是娱乐圈中的一位老戏鼓了, 鉴于她的角色定位, 观众们亲切地称其为老干部, 然而近年来她却开始走下坡路了, 今年在电视剧《无间》中的表现, 更是让观众大跌眼镜, 剧中她的表演不仅缺少情绪波动, 使得整个故事显得缺乏情感的张力, 尤其是在受电刑的场景中, 静东居然把本该集剧戏剧张力的场景, 表现得相当单调和平淡, 丝毫看不出生死攸关的情绪, 让观众无法沉浸在角色的内心世界中, 产生了一种无法逾越的疏离感。 那么以上哪位男演员最令你失望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星体字 equ 있도록评论区留言讨论区留言讨论区留言论 won的情况ね.,